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經常這麼說 國際運動的比賽是相當政治的 這個政治是身份的政治 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也好 或者你喜歡哪個球會 哪個球隊 哪個體育明星也好 這個都是很自然不覺的事 是法治的內心 即使你狂熱也好 你都不要覺得 不需要覺得很奇怪 你喜歡中國隊也好 你喜歡英國隊 沒什麼所謂 你不可以說 為什麼你黃皮膚 黑眼睛 黑頭髮 你喜歡英國隊 喜歡美國隊 這是很個人的事 這個是身份政治 你認同哪個國家 或者認同哪個球隊 是無需要作有任何的批判 但問題就是 一個國家的國民對自己的代表在國際比賽裏面 是很狂熱 很愛戴也好 但是 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表現出來 相對地是比較得體的 因為他是一個 全世界看著你的 你這個球員 或者這個 建議所謂 是代表這個國家 他輸和贏 究竟 在比賽裏面 有沒有一個所謂有沒有品 有沒有表現出你的風格 令到別人會覺得 你是代表你的國家 然後會對你的國家有好感 覺得你的表現有令人不安呢 同樣地 國家的國民也是一樣的 你表現出來 你對於贏固然會狂起 輸的時候你會不會輸得起呢 輸了之後你會怎樣的反應呢 這個都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的表現 但是對中國來說 似乎對於軟實力這件事 他是不屑一顧的 現在說的硬實力或者銳實力 要在這個體育比賽裏面 要充分表現這件事 大家知道現在的奧運未完 究竟最後的金牌榜是怎樣 未知 大家看到中國一直都在三甲裏面 有時就是排頭 但是好像今年一些業本項目似乎就有點失利了 未必能夠可以 順利 可以拿到 冠軍都不定 現在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但不要緊 這個體育比賽的東西 有輸也有贏 如果你的想法就是 我這個國家是要衝著金牌榜裡面走先 就表示我這個國家的實力 如果我在金牌榜裡面 不是排到冠軍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個國家就會輸了 如果連體育比賽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對於運動員壓力就固然很大 亦都會人家會覺得 我感覺就是 你每樣都要爭先 每樣都要在世界上 全部都要第一 你的國家的形象所謂軟實力方面 究竟是一個好的形象還是一個壞的形象 那麼以下呢 我想舉一些例子 就是說 究竟你的風格 贏和輸是怎樣的呢 品格是怎樣的 除了運動員之外 中國的 網民的表現 都令到人 很懼怕 我先講一些比較好的現象 我見到在 網絡上面 一直傳 譬如說 有些游泳隊 贏了冠軍 贏了冠軍 在一個泳池那裏 只有一個冠軍而已 一個金牌而已 其他你見到是女子游泳 其他你見到在其他泳線的 其他國家 輸了的 一些運動員 走過來 對這個拿到金牌的 建議 表示祝賀 很自然的 反應很自然 另一個就看到 這個 游道 項目 日本對這個韓國 其實要加時 撫戰在賽 最後就是日本拿到 冠軍 險勝這個韓國 韓國的運動員說滿頭大汗 打完一場 這麼激烈的比賽 宣佈了日本的冠軍之後他走過來 抓住這個日本的對手的手 抵起 說他贏了 大家知道打敲打拳也是這樣 那個裁判宣佈誰贏 然後 用手指這樣 指住他 表示他 可以 就是 贏和輸 輸那個 是用 這些場合去表現自己的風度 叫做 輸得 深乎口福 輸得氣 這個我覺得就是 軟實力的表現 這個是法治內心的不是造作 在比賽過程中 這個對手 比我強勁 於是我的反應就是 他比我強勁 我輸得心服口服 當然你說這個是不是 特意表現出來 無論如何 真的好假也好 起碼 現於人前 那個風度 那個品德 是 很得體的 是令人覺得很舒服 中國那些是怎樣的 正舉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羽毛球比賽 這個非常之 激烈的一場比賽 一個中國的代表 叫做陳清晨 是一個中國羽毛球的選手來的 在比賽的時候 拼命在那裡操我都在那裡曾經說過 他打完一板就 操操你 操操操 操是中國的國馬 操口來的 大家知道 就是 性的動作來的 大家知道 他就是對 大戰這個韓國選手的時候 那個情緒很激動 每打一板 都在操 於是就問 為什麼你 會這樣的一個表現 為什麼要拼命在那裡操呢 操的時候你看到那個影片 他真的在那裡鬥操操 原因呢 他的解釋呢 有些人的解釋就是 因為韓國巨手 每打一板 贏也好輸也好 大喊 對 令到這個陳清誠覺得很滋擾 於是他以其人之道 還是其人之身 你叫我就操你 後來他的回應呢 其實呢 不是我不是說髒話 不過發音不準確 這個人覺得好笑 你說就說 叫就叫 就是 很失禮人的 其實 如果懂聽 國語人都知道這個是相當髒皮的 出著一個女性的口 更加覺得 就有些匪夷所思 我不是 大家不要誤會 其實我是這個 情緒的表現來的 是 發音不太準確 引起大家誤會 中國網民反應是怎樣呢 中國網民反應就覺得 很正 很優美的中國話 叫得好 偷國 偷國就是講韓國 之前一直不停叫 叫叫叫叫到頭都痛了 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爽 他說簡單的 嘴臭 極致的享受 笑死我啊我就是雙標 雙重標準 中國隊這樣 說呢 一點都不覺得煩 還覺得很好玩 因為對面這樣叫就煩死我了 我 還說 這樣是沒有素質 沒有這個比賽的精神 這個我覺得 就是 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怎麼看 或者這個 羽毛球會怎麼看 教練怎麼看 無論你是用 普通話講粗口也好 用韓文講粗口 用英文講粗口 是一個 國際的體育的比賽的場合 是直播的場合 如果不是那些人都不會 劇到這條片 是打每一板都在這裡講粗口 大家會覺得怎樣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得體 還是很失禮 還事後 網民大讚他 好正啊好優美 好像被出谷王恩環要月耳 就是這樣 反映了一種什麼的水準 中國有關當局什麼都管 管不管這些 這個是不是失禮死人 不要緊啊 後來就贏了 反勝這個韓國隊 中國就很簡單 贏就可以了 不管用什麼方法 贏就可以了 不單止這樣的 其實呢 一個就相當突出的例子就是 這個雲霜 乒乓球的雲霜 贏了這個中國隊 水美組合 水谷准和伊藤美誠 4比3擊敗了中國 拿到日本奧運 這個乒乓運 運商裡面的第一金 惹了中國的 網民極度不滿於是就出征了 去兩個社交媒體那裏 不停地罵他 罵什麼呢 水谷准就在這個Twitter那裏表示 有大量的某國 來的 去死吧死到最好消失罷 的私人訊息 亦都質疑他戴那個眼鏡 什麼事又說什麼他要求什麼 他的反應就是 連1mm 我們免疫力過高對於本人而言 連1mm的破壞都沒有 雖然如此 能夠在世界上引起熱意 自己都 感到高興 你看 可能內心很生氣 但起碼我做出這種反應 然後兩位在乒乓運商贏了金牌之後 兩個人的社交媒體被中國網民出征 有人在 伊藤美誠IG留言 質疑他在 賽事裏面摸 這個 那張桌 水谷准就用口來吹你為規 冠軍是你們偷回來 是 水谷准就近年說眼睛要戴這個特製的眼鏡 很怕光 那就質疑說那個是一個減速鏡片 這樣 一直這樣罵他 好了 這個反應就令到人很猜疑 說這樣的為什麼 連伊藤美誠 後來 在這個女單那裏 0比4輸了 沒得決賽 網民都不放過他 不停地繼續翻舊帳 說他在這個instagram 在這個 Twitter那裏不停就用 惡毒的字眼去攻擊他們 還說他什麼呢 還說他什麼呢 該你輸了 前幾天你看一下 你笑得多傲慢 今天哭了 哭得多慘 因為他 真的哭了 然後就說 你被打哭 我很想笑 怎麼辦 日本各自 中國隊有分分鐘教你做人 當然這些網民 是不是代表大多數的 中國人民 當然不是的 中國都有很多好人的 中國都有很多 表現得優雅有品德有 國格的人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 這樣出征發 這樣去人家那個 instagram 人家的Twitter留言 令他們會覺得你就是中國的代表 是不是 留一些 非常惡毒的 這些 回應 你覺得你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 這樣做法 就是這樣 還有 另一單就是 體操 男子全能 又輸了 這個叫做 蕭若藤還是肖若藤 輸了0.4分 被日本的選手 喬本大輝 那些網民就很不滿 在網上不停地用很激烈的言論去攻擊 這個喬本大輝 就說 是不是這個 作弊 是呀 說中國的評判 對這個中國的體操隊 是不公平 共青團 安徽省委員會在官方的微博上面裁展了多段中日運動員對賽的比賽片段 跟著就有一段文字就說 日本選手 明顯犯規動作 你是 炸帝看不到嗎 裝模有看見是不是 網民在微博發帖也批評比賽結果的片段 上載到這個 這個 Youtube那裏表示 對比賽結果是不滿的 Youtube對不起中國是看不到的 很多惡毒攻擊的 蕭若藤 沒有了金牌 當中有多少黑幕 在比賽的過程裏面 非常明顯離譜和偏袒 是這次東京奧運的最大的真金黑幕 好了寫上去了 有些人用日文等等 令到 日本人怎麼看這個問題 有些學者 一位 長期關注中國問題的東京大學中學文化研究科的教授 阿古自治就這樣說 留意到有回應報道 他說 不少日本民眾對中國的網民的行為 感到憤怒 民間也有中國 真是很可怕 這個人 阿古自治就說奧運會選手他們沒有罪 但是受到這個中國網民 各種亂七八糟的評論 有些報導說中國政府是僱傭 大量網民有五毛黨 日本人看到新聞之後很生氣很憤怒 換句話來說 未必是網民自己自發做的事 這個安徽省的共青團 官方組織來的 是不是 他都覺得憤憤不平 即是他覺得 在中國人眼中 拿到一面金牌 就是中國人的驕傲 中國國力的 綜合國力的體驗 中國就是要 在全世界裡面要領先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 這叫什麼呢 就是輸不起 輸不起 輸不起絕對不是一個 大國 應有的一種態度 即是如果你有 底氣足的話 你是可以輸得起 你 每一次你覺得很有希望可以欠 那一面金牌 結果失望的時候 你就 化這個失望做憤怒 現在日本就懷疑 根本這些攻擊 日本的選手 惡毒的言論 是不是 付錢給那些五毛做 日本人看了新聞很生氣 非常憤怒 日本國民 看到中國那麼強大 還在欺負其他人 都恨中國 很多民眾都覺得中國很可怕 我擔心 民族主義是非常危險的 這位學者也說日本政府近年很重視網上言論的反應 日本官方雖然沒有表態 但是不少日本的網上討論區 都有民眾發文 還擊中國網民的言論 加上日本對於 殘奧運動會之後會改善眾議院 日本政府在支持度和民望處於低水平 不排除 這種仇恨心態會在選舉期間發酵 很多這些 很多這樣的評論 你看 我聽到之後 贏了運傷你們日媒就說中國的 國獄 你們全軍覆沒 彼是小日本要淪陷了嗎 然後 輸了 4比0 酸 酸泯沙 is your mother 球拍 換完接著就乾你 乾就是講粗口 核廢水都 為給台灣吧 求求了 這樣可以守衛世界 平安 還能 維護日台 又好 一舉兩得 你輸了比賽不是你的問題 攻擊伊藤美城 也不是球拍的問題 是因為你 因為喬本大輝得到金牌的裁判沒有盡力幫你 不然金牌一定是你的 畢竟東京 舉辦 澳南帕就是為了日本 給日本人送金牌的場所 很多粗口 怎麼去理解 怎麼理解中國網民這一種那麼可怕 其實不難理解 這就是戰狼外交的延續 上有好者就下有甚言 很簡單 是戰狼外交的反射 他覺得 全世界都中國不公 全世界都圍堵中國 尤其是 政治上面的軍事上面的等等 這個經濟上面的 譬如制裁的問題上 你對我 不好 我們要反擊 中國外交部 作出一個表述 搞到 很失禮 又說別人的教授是流氓 幾乎用國話去罵別人等等 很多這些在全世界都出現這個情況 戰狼外交 在中國的網民裡面是很受用的 覺得 要全力去反擊你 那麼 在我問這個問題上 亦都是用這個戰狼外交來 中國不公平 你 為什麼 會 你的評判為什麼會這樣判 是不是 我們這個金牌應該 應該 應該應該是我們的 理所當然的 我們為什麼會輸 一定是你的裁判 有問題 一定是你的球員作弊 如果不然我們不會輸 他不會想得到 勝敗乃兵加常事 體育運動就不是贏 就是輸 你在場上表現得好還是不好 是你勝負的關鍵 你的心理質素是怎樣 是勝負的關鍵 不是贏硬的 不會輸贏的 這個世界 但一輸了 就有這個反應 就是因為他覺得理所當然 是他的 簡單來說 他就是不輸 一輸了 喝狼奶大的這群網民 就有這個反應 客觀效果是什麼 客觀效果就像日本 學者那樣說 中國 真的很可怕 當這幾個字中國真的很可怕 其他 就是 世界上的人民 的腦海中不停地這樣轉的時候 這個就會定了型 他的說法就是 你經濟實力那麼強大 軍事實力那麼強大 你的人是這樣的時候 唯有我對你來說就退避三捨 我們不會覺得會歡迎你 你以前財大氣粗去日本買了奶粉 今天 輸了一個金牌 你都這樣的反應 好像全世界都應該是你做主人 做不得人怕 怎麼可以建立一個可敬可愛的形象 網民是這樣的 這個是官方大頭 令到 中國人民 就有這樣的反應 但中國政府是不會檢討這個問題 他覺得是理所當然 問題就是這裡 暫時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靜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呢 有些片呢 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 透過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呢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